你怎麼看我們美股方面的部署 是否要留意 是 其實Irene覺得對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 都是覺得美股下半年 即是第三季 至少第三季都會處於一個低位橫行 甚至可能要穿一穿三萬點的位置 即是感覺都會比較紅一些 或者叫做一個大回小象的格局 畫面中大家都見到陰陽足吐 其實都是一級一級慢慢向下 就算升上來 彈上來也好 其實對於前頂都升不上去 所以整個走勢其實都會圍繞著 即是加息 跟著通脹問題 然後跟著大家都不是很想買東西 想看定一點 再看看伯威爾說些什麼 這樣才再去決定 又或者彈上來 然後通常就會有些不好的消息出現 所以整體第三季來說 都會慢慢向下 或者叫做就算彈也好 都不會說彈太高 其實你看回昨晚都已經有類似的情況 即是你會見到突然間 譬如前 應該說前晚是大金鐘 昨天叫做一枝小的竹仔 但你會見到就是一去到一些高位 突然間又會觸發到一些沽盤 其實昨天就出現一些數據 其實是不漂亮的 即是你說那個開支那裡 突然間向下收定 這個其實大家都突然間覺得 是不是那個經濟比想像中收縮得快很多 於是大家就覺得經濟不好 於是尤其是美國那邊 於是就沽貨 或者叫做太多淡點 不敢開太久 全部都變成短炒 所以我覺得這個情況 都會繼續持續 是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